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午吃饭时一直在流浪婴儿衣服 但林白不知道在忙什么 一直没回我信息 我心里喜悦 但也坠坠不安 一下班 我迫不及待跑到她的公司 却见到她搂着一个高挑艳丽的陌生女人 从办公楼里走出来 举止亲密 林白一手搂着她的腰 一手护着她的小腹 两人嘻嘻哈哈说笑着 女人瘦冷打了个喷嚏 林白立马脱下外套 披在她身上 女人笑逆逆地抬头看着她 仿佛她俩才是真正的夫妻 我想起上次自己瘦冷打了个喷嚏 林白反而责怪我娇气 出门不知道多天件衣服 大步走上前 他们两人也注意到了我 林白将女人紧紧护在身后 一脸理直气壮 女人不早痕迹地往她身后躲了躲 同时目光挑衅地看向我 我忽然觉得好笑 此刻三个人里 仿佛只有我才是那个不该存在的人 我拼命忍住热泪问林白 我发你的信息看到了吗 她一脸厌恶地撇嘴 看了 恶心得我中午都吃不下饭 说完一条女人的下巴 还好有小薇陪着我 女人娇羞地扑向她怀里蹭了蹭 全然当我不存在 我攥紧拳头 恶心 你说我们努力得来的孩子恶心 她发狠地盯着我 什么叫我们努力得来的孩子 这孩子也不知道 是你和哪个野男人一夜情搞上的 她眼里还带着玩味戏血 恐怕连你自己也不知道 孩子的爸爸是谁吧 我一下被她戳中死穴 气得几乎要掉眼 那野男人也是你安排的 她冷笑一声 呵呵 谁信 谁会信有老公 给老婆找野男人 你在这里随便找个人问问 看看有谁会信 我愤怒开口 因为你没有生育能力 又想要孩子 你 话还没说完 林白立即打断了我 态度嚣张 是谁没生育能力 我随时可以告你诽谤 不怕告诉你 小薇已经有了我的孩子 三个月了 比你管用 你可别想让我当人大头养你的野种 我要和你离婚 给小薇和孩子一个名分 那个叫小薇的女人用手点点她的唇 你也别这么凶 人家孩子不知道亲生爸爸是谁 真可怜呢 林白文言 抬手又往人群里一指 说了也是哦 这里满大街都是男人呢 你看看能不能给你肚子里的孩子 找过现成的爸 我被这对狗男女气得浑身颤抖 一个男人凑近过来 不好意思 我就是孩子他爸 看着男人那张似曾不相识的脸 我一时之间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 正想开口 让男人不要多管闲事 林白却先开了 他看着那个男人 声音里带了些颤抖 陈总 这是我们的家事 男人很有风度地搂过我的肩膀 看向林白的眼神 带着不由分说的威胁 真的 最后林白带着小微落荒而逃 我一个人站在原地 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男人戳了戳我的手臂 问要不要送我回家 我一时没了主意 只好坐上他的车 让他送我去附近的酒店 在车上 男人介绍起自己 他是林白的上司 陈木 我心烦意乱 随口印了一句 他似乎有些失望 你真的不记得我 我被他这句话吓了一跳 仔细端向起他的模样来 的确和那晚的男人越看越像 那晚灯光昏暗 男人一直昏睡 我根本没留心过他的模样 我刚才不是开玩笑 孩子如果真是我的 我会负责 送走了陈木 往事一怒怒 开始浮现心头 结婚两年 我和林白一直没孩子 跑遍来的大医院都没用 我想试管 但医生说我身体不好 强行试管 只会害得身体更差 为了尽快有一个孩子 我私底下倒促 找人问天方 林白扛不住压力 扑通一声 在我面前跪下 承认他没有生育能力 老婆 我也不想瞒你 医生确诊的是弱经症 我想着我们还年轻 一定有机会怀上孩子 他紧抿下唇 仿佛在下一个重大决定 可是上周医生告诉我 我已经彻底失去生育能力了 脑袋嗡的一声炸开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几乎失去了思考能力 我爱着林白 看着他跪在我面前 哪怕知道他没有生育能力 我还是很不下心离婚 我咬着牙 没事 顶多以后跟别人说我们丁克 但丁克一点也不简单 加上我们俩年纪越来越大 身边的催生压力如一座高山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又一次跟林白哭诉被催生的压力后 他拍拍我的被安抚到 我们还是要一个孩子吧 也好堵住别人的嘴 我止住哭 可是 他将手指按在我的唇上 一脸神秘 我找到了方法 我们可以借金 找别的男人 神不知鬼不觉 我气得几乎要跳起来打他 但被他按住 老婆 你想想 我们一直没有孩子 早晚会引起别人怀疑 我真的不想承受风言风语 而且 你也想要有一个孩子 对不对 可借金之后 生的孩子 终究不是你的 由于半天 我最终还是开口 没关系 是你的孩子 我就会爱护他 就像我爱你一样 他说话时看着我 语气和眼里 都是一派真诚 我实在找不出理由拒绝他 借金的事是林白去安排的 我们找了个陌生的城市 找了个陌生男人 一切都是瞒着所有人进行 回忆的越多 我就越觉得自己当初真是傻 竟然会信这种谎言 我在房间里昏昏欲睡 突然被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吵醒 一接通 里面就传来婆婆的声音 真没想到啊 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 往我当面资助你那么多钱 全给打水漂了 面对婆婆的质问 我一时雨塞 当年我父母双亡 在孤儿院生活 婆婆那时候就开始资助我上学 成年后 我多次说想要感谢她 但是她一直不愿意见面 后来有一天 她突然约我出来见面 等到了约定的点才知道 她目的其实是让我和林白不相亲 那时候婆婆和蔼 林白对我殷勤备至 没多久 我就答应了林白的求婚 现在想来 估计从那时候起 就是一个等我入套的局 回想起相处时候的点点滴滴 婆婆经常会用她资助我读书的事 来道德绑架我 让我为这个家劳心劳力 婆婆应该早就知道 林白生意有问题 怕家丑外赚 于是描上了我 万一事发 也好通过道德绑架我 隐瞒事实 我不禁冷笑 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这对母子设计上 电话那头 婆婆的声音还在继续 你给我儿子戴了绿帽子 这是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赶紧给老娘滚回家来 我挂断电话 就往家里赶 的确 这件事是要有个了结 一开门 满屋子都是饭菜香味 婆婆穿着围裙从厨房里出来 邪腻我一眼 有 白眼狼闻着饭香 专挑着饭点来了 我轻轻一笑 对呀 不吃白不吃 尤其这顿还是免费的 可香了 婆婆鼻孔微张 眼睛瞪大 别给老娘贫嘴 快来厨房干活 我一屁股在沙发坐下 夺过小薇手里的零食 指了指她 不行哦 今天林白说要跟我离婚 娶小薇 这家她是主人 我是客 让小薇帮你吧 婆婆无语地看向小薇 但小薇四仰八叉地 躺在沙发上 完全不理会她 婆婆又想骂人 林白急忙上前 妈 我来帮你 林白从小就被骄纵惯了 哪会干活 不一会儿 厨房里就传来 噼里啪啦的碎脸声 给老娘滚出去 你这个败家子 我眼嘴偷笑 眼角余光 瞥见小薇 也是一脸吃瓜相 小薇的态度 我隐隐觉得奇怪 饭桌上 婆婆再次对我 实施道的绑架 我当年花费那么多钱 栽培你 到头来 却把我家害得这么惨 我没有理会她的话 将盘子里最大的 那块排骨 一筷子夹起 塞进嘴里 吃得津津有味 婆婆雨塞 忙推了林白一把 你个傻儿子 说句话呀 治治你的婆娘 林白一甩筷子 我要跟你离婚 我咽下一只虾 好啊 林白和婆婆对视一眼 鼓足勇气又说 房子和车子都归我 不行 他们像是终于 抓到我的死穴 脸上的欣喜难耐 你现在婚内出轨 你不把房子车子给我 我可以去告你 我抬头对上他们 自信满满的目光 证据呢 林白的脸红了几分 证据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 我一指小薇 那她的孩子呢 不也是你的婚内出轨的证据吗 婆婆尖叫道 小薇肚子里 是我老林家的香火 不像你肚子里的 是个野种 我呵呵一笑 省省吧 我和林白一日不办离婚手续 她的孩子一样是野种 说不定连户口本都上不了 见他们脸色惨白 我又补充道 你们老林家的香火要断了 婆婆气得一拍桌子 李树林 你赶咒我们家绝后 你心肠歹读 早知道当初 就该让你在孤儿院 读完初中出来 当工厂妹 我蹭了一下站起 够了 我尊重你是长辈 才一直没骂 你资助我读书的钱 这几年来 我都还给你了 每个月的家用 照顾你儿子的保姆费 还有这几年 失败婚姻里耗费的青春 抵得上你 资助我的学费了 我直直盯着她 一字一顿道 我不欠你的 你也别想再来 道德绑架我 林白见婆婆气势弱了下去 硬挺着胸脯站起身来 就算你欠妈的 已经还清 可这个房子里的东西 你一样也别想带走 我冷冷看着她 她被我盯久了 变得畏缩起来 我为什么不能拿 当初这房子首付 我出了一半 每个月房贷我也在供 你凭什么 林白往后退了两步 差点连通凳子也带倒了 你这个妈宝男 回家喝奶去吧 我可以离婚 房子车子 全部一人一半 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 饭没吃完 我就进房收拾东西走了 气冲冲回到酒店 没过多久 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李叔林你试试吗 有一宗失窃案需要你配合一下 来到警局 我就知道是林白报的案 一见我进来 林白立马指着我大叫 警官 他就是小偷 快把他抓起来 一旁的警官严肃地敲敲桌子 安静 是不是小偷 可不是你说了算 我走上前去 警官说得有道理 哪有小偷自己跑来投案的 我可是良好市民 我是来配合警方调查的 林白一脸得意 站在一边 用口型示意我趁早放弃 他可以撤案 不让我坐牢 我淡淡地看着他 没有回应 警官出示了林白提供的证据 说是家里失窃了一条 钻石项链 那条项链价值不菲 可得拉他去坐牢 我拉开包包掏出手机 展示上面一条条 浏览购买记录 你说说吧 是哪一条 上面全是我这几年 给自己买的首饰记录 笑话 林白那么小气 怎么可能舍得 给我买钻石项链 林白得意洋洋 我才没那么笨 我说的是我上个月买的那一条 我一愣 随即反映道 哦 那条假货呀 周围人听见都忍不住偷笑 林白气急败坏 你胡说什么 那可是钻石的 我无所谓的耸耸肩 翻出他送我礼物的聊天记录 还从包里掏出他买项链的发票 上面明晃晃的写着50元 谁家钻石项链卖50块钱啊 也就他傻到以为我会信这是真品 收到那条假项链的时候 我反手就扔到抽屉最底下了 而且我好心地提醒他 上次你说那个装项链的盒在地方 放到储物室的鞋盒里面了 林白脸色立马白了几分 一旁的景观催促他让家里人确认 林白无奈 值得打电话回去 没多久 婆婆就从鞋盒里翻出来那条假项链 她大概误以为是真的钻石项链 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一找到就立马给林白打电话了 当案的警察有点生气 在那里叫玉林白 林白偷瞄我 耳根都红了 我懒得看这番场景 到门口去吹风 正巧听见小薇在讲电话 王哥呀 人家怀孕了可咋办啊 她对着电话那边一脸娇羞 仿佛电话那头才是她的爱人 全然不顾里面被叫玉德 面红耳赤的林白有多么难堪 孩子 孩子当然是你的 你忘了那晚我们多开心了吗 这话一出 我吓了一跳 什么 她的孩子不是林白的吗 为什么现在又对着别的男人认清 我听了直皱眉 刚刚在饭桌上 我早就注意到她 根本无心参与我们的争吵 看样子 她根本不在意自己的孩子 能不能获得林家的名分 又或者说她根本不在意林家的名分 一个母亲不可能不在乎孩子的身份 除非那个男人根本不是孩子的亲生的父亲 我想的出神 丝毫没注意到小薇已经打完电话 她从我身边经过时 轻蔑的目光将我全身扫视一遍 还不忘嘲讽一句 怀的不知道爸爸是谁的孩子 女人做到你这样 真是悲哀 我看着她的背影 忽然觉得这是变得十分有趣 一辆叫车停在警局门口 陈木从车上下来 顺手将外套披在我身上 已经很晚了 我根本叫不到车 没办法只能叫陈木来接我 其实我不冷 不过看到从警局里走出来的林白一脸诧异 我还得是选择安心 接受了她的好意 夜里风大 别冷到了 走吧 我跟着她上了车 留下林白一个人呆呆站 在原地吹着冷风 在车上陈木再次问我 真的不记得我 暖黄色的街灯 映照在陈木脸上 勾勒出清俊俊冷的侧脸轮廓 我疲倦不堪 懒懒回应道 之前林白说 要找个男人借金 我只是没想到 她竟然找到了自己上厮头上 她倾笑一声 在这之前 我们见过面底 什么时候 大学毕业典礼上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我极力搜刮着那天的记忆 只能捕捉到一个模糊的身影 看来你是真不记得呀 陈木宇气故作轻松 可我能清晰看见她眼底 划过一丝失望 我心里涌现一股不安 你别告诉我 你暗恋我 她目视前方 胸膛因为粗重的呼吸 剧烈起伏着 如果我说是真的呢 我沉默 车里被一股诡异的暧昧气氛包围着 我被压得几乎不能呼吸 那天我见到你在台上代表优秀毕业生发言 我一下子就被你吸引住了 但那时候你身边已经有林白 我的钱包里有一张你的照片 估计是因为这样 林白才安排的这一处 我恍然大悟 仰然失笑起来 见我笑 她也跟着笑 她没服气 把这么好的老婆让给我 沉默目光放柔 明天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不用了 察觉到她话里隐藏的意思 我感觉脸上微微发烫 但她很坚持 口味里带着不容抗拒的强势 我说过了 我会负责的 明天我就带你去医院去 真的不用了 必须去 那晚什么都没发生 我没怀孕 沉默紧急杀停车子 巨大的惯性 让我们两个的身体 猛然向前倾 余光注意到沉默炙热的目光 我用手眼住脸 不敢再往她那边看 没几天 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李小姐 我是林白先生的代表律师 关于离婚的事宜 需要麻烦你到律所这边商量一下 林白这一天天的 果然不消停 一来到律所 西装革履的律师 就给我递上一大堆文件 李小姐 关于你婚内出轨的事 我立马打断律师的话 我说了 我没有婚内出轨 婚内出轨的是林白 律师表情似乎有些为难 推一推眼镜 可是林先生说 有你出轨的证据呢 林白得意地说 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证据 去验一下就知道了 你怀的根本不是我的骨肉 他越说越兴奋 你还敢说没出轨 房子 车子 这下全都是我的 你别想拿走一分钱 我和小薇 我们一家三口 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你就等着睡大街上吧 我摊开手 我根本没怀孕 律师和林白 都是一脸错愕地看着我 我从包里抽出检查报告 上面清晰写明 我没有怀孕 林白难以置信地将报告 翻来覆去看好几遍 怎么会 我忍不住跟他科普 没什么不可能的 验孕棒又不是检测仪器 当然会不准 那天的验孕棒 只是我为了敷衍林白找的网图 我没借经之事 一直瞒着他 当时想的 不过只是缓兵之计 没想到 成了我扳回一城 最有力的一步 他像个泄了气的气球 一下跌坐在椅子上 嘴里喃喃自语 不行 不能这样 我拿不到钱 小薇会离开我 我收好报告 告诉他们过几天 我爷有律师要跟他们聊聊 站起身打算离开 林到门口我再次回头 提醒你们一句 到时候 不排除对林白说我婚内出轨的事 提出诉讼 这可是有损我名誉权 我留下最后一句 正准备拉开玻璃门 身后传来林白咬牙切齿的声音 别走 我还有证据 我惊讶回头 律师明显没想到 还有这一出 一脸兴奋地看向林白 林先生 还有什么证据 拿出来吧 我无奈 什么证据 拿出来溜溜 林白紧领下唇 拿出手机播放一段视频 视频很短 画面内容 是我心事重重地走进镜头 在2043房门前 愁出良久 最后下定决心开门进去 律师看得一头雾水 林先生 你这个不能作为出轨的证据 林白急眼了 怎么不能 这个房间 那天晚上就是沉默入住的 李淑林后面进去了 他们肯定是偷情去了 你可以去酒店找人 要那天的入住信息 登记的人就是沉默 我打断他 那我想问问 为什么视频里 没有沉默进房间的画面呢 我洋装思考 你都知道在门口装摄像头了 为啥只拍我 不拍沉默 是因为拍不到吗 林白紧紧攥着拳头 直接用力道发白 看着他一脸憋屈的样子 我只觉得痛快 律师一脸严肃 林先生 我必须郑重告诉你 这条视频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见林白一副失神的样子 他又提示到 有没有别的更直白的证据 我扑斥一笑 他当然没有证据 不对 他原本有的 只不过被我毁掉了 那天进房间之后 我见沉默昏睡在床上 察觉不对劲 连忙给林白发了信息 那个男的怎么晕倒了 要不要送医院去呀 林白很快回了消息 不用 不用 他吃了药所以睡了 他怕尴尬 你完事之后 出来找我就行了 我当时留了个心眼 怕借经这是被坑 特意从网上买了个检测 隐藏摄像头的灯 将全屋扫了一遍之后 真的找到一个隐藏的摄像头 原以为是对方设的局 我当场就将摄像头销毁了 当时越想越不对劲 借经这事我本来就不同意 看着这房内的一切 我更加不放心 看着床上的沉默 我陷入沉思 最终还是决定 不踏出那一步 在房间内待了一会 到厕所收拾一下自己 就回到林白房间 假装已经完事的样子 其实我和沉默之间清清白白 现在看来 那个摄像头大代率 就是林白设置的 就是为了拍坊内发生的一切 等着以后要挟我 或者勒索沉默 所以林白现在根本 拿不出任何证据 奉劝你一句 这个视频你可别发到网上去了 到时候多告你一条 传播不识视频 随时被告坐牢 我潇洒转身 现在看来 我已经掌握林白的原计划 按照沉默跟我说的 那时候他和林白到外地出差 酒局的时候 林白一直管他喝酒 还在酒里下药 几杯酒下肚 他已经昏昏欲睡 后来是林白搀扶他回房间的 所以林白的视频里 特意把自己搀扶沉默的 一段删掉了 真不知道该说他聪明 还是蠢 又或者说 应该说他聪明反背聪明物 沉默跟我说 林白一直基于部门经理的位置很久 三番四次给他送礼 有次偶尔看见他钱包里有我的照片 于是策划了这个局 他这一番折腾下来 估计就是想着把我卖了 好渔翁得利 拍好视频 就是手握证据 一来有了我出轨的铁证 以后好拿捏我 二来有了威胁沉默的手段 可以威逼沉默给他升职加薪 三来假如我真怀上沉默的孩子 他还可以坐享人生赢家的宝座 可惜我没能遂他的愿 沉默一直给我各种轰炸消息 我眼不见心不烦 直接按捏屏幕 前台同事这时急匆匆跑过来 小玲 你快到公司门口去 你老公在那里发疯 我一听 感觉心脏猛然收缩 他又要整什么幺蛾子 来到公司门口 只见林白风魔一样 漫天洒着传单 嘴里还不住念叨着 快来看啊 这个女人对我戴绿帽 跟我的上司出轨了 我皱眉看着林白 低声吩咐了一句 报警 前台赶忙又回去报警 我捡了一张传单来看 上面写满了我和陈木 如何眉目传情 婚内出轨的事 文笔生动 写得仿佛确有其事 活脱脱一篇不堪入目的小黄文 有人认出了我 开始指指点点 迎着周围人诧异的目光 一股无名火 在我心中熊熊燃烧着 我大步走上前 反手甩了她一巴掌 呸 不孕不遇的玩意儿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安排自己老婆去戒精 我不听你的 没去戒精 你就来污蔑我 你自己跟小三出轨 那孩子都怀了三个月 反而来这里 说我出轨 丢人现眼的恶臭东西 滚回家去 别碍着老子上班 围观的人滑声一片 指指点点的声音 开始针对林白 林白被我扇了一巴掌之后 有些站不稳 亮枪了几步差点 摔倒在地 我趁机会拿出录音笔 真相在这里 大家都来听听 录音笔里传来林白的声音 小薇 你放心好了 李淑玲那个女人蠢得很 我让她去找男人借精 她还真去 这下她婚内出轨的证据跑不掉了 等我把房子完全拿到手 我们就可以生活在一起了 我能成为真正的男人 成为一个孩子的爸爸 还有那个陈木 每天给我脸色看 我要把他搞得身败名裂 看他以后 还敢不敢看不起我 他没了工作 就得像条狗一样 在我手底下讨饭吃 哈哈 他稳住身形 恶狠狠地盯着我 这是什么 我扬了扬手中的录音笔 真是可惜 原本这支录音笔 是打算送给你当周年经验礼物的 这下成了记录你最恶的绝佳证据 那天我回家吃饭 收拾东西的时候顺手带走 居然被我发现了 无意中录下了这段有趣的录音 你这个女人 我跟你拼了 她眼尾通红 突然朝我发狠 我瞄准空挡 朝她下身踢了一脚 她捂住痛促 面容扭曲 双膝跪倒在地 警察也在这时候来了 将林白拉回了警局 到了警局我才知道 林白被辞退了 小薇也搬出家 她为了挽留小薇 不惜拿自己的脸面做赌注 就为了图我羞愤之下 愿意近身出户 这样她好拿着房子 去把小薇找回来 林白面容憔悴 身上的白衬衫脏兮兮 到处有泥屋 头发也是一团糟 她瘫坐在地上哭诉 我不能没有房子 我不能失去小薇 我从大学开始就喜欢她了 我追了她好久 呜 她怎么能不要我呢 她肚子里明明还有着我的孩子 我在她身上花了好多钱 我还欠下了高利贷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看着这个坐在地上 痛哭流涕的男人 我突然为以前的自己感到悲哀 竟然会喜欢这么一个不争气的男人 婆婆赶来警局接林白 林白一见婆婆 立马扑到她身上 妈 你可算来了 我好惨啊 婆婆一脸嫌弃推开她 走开 晦气玩意儿 婆婆的反应令 在场人大吃一惊 旁边的警察看不下去 出言劝了一句 老太太 她毕竟是您的儿子 您作为母亲 现在不应该安慰她吗 婆婆脆了一口 林家的香火是真要断了 就是断在这个晦气玩意儿的身上 我还要给她好脸色 婆婆絮絮叨叨地骂着林白 林白像个犯错的学生一样 站在原地任由婆婆打骂 有人悄悄说了一句 这哪像是亲生母子 反而像仇人 这话传到我的耳里 我细细琢磨 也绝对不对劲 虽然婆婆一直溺爱林白 但是那种溺爱 更像是为了完成任务 而不是出自母爱 跟他们相处这么多年来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 林白对于婆婆 甚至还没利用香火两个字重要 林白可怜兮兮地 拉着婆婆的袖子 妈 我错了 婆婆恨铁不成钢 甩下袖子就想走 我上前拦住她 等一下 虽然说你们两母子 刚刚的表演很精彩 但我刚刚提出了赔偿 希望你们尽快旅行 婆婆柳梅横竖 死死盯着我 你说什么 我一字一顿道 我说 你儿子今天这一出 要给我赔偿 务工费 精神损失费 名誉损失费都得赔 具体的数额 晚点律师会来联系你们 话还没说完 婆婆又冲向身后的林白 狠狠扇了一巴掌 拜家玩意儿 老娘就不该养大你 警局的闹剧结束后 陈木来接我回酒店 对不起 我没想到辞退林白 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陈木抱歉地看着我 语气恳切 我两久没开口 陈木估计以为我还在生气 还想继续辩解 辞退林白是正确决定 不过你如果真的觉得 抱歉的话 帮我做一件事 陈木有些惊讶 但还是很快答应下来 什么事 帮我调查一下小薇这个女人 林白应该是真的不遇 小薇的孩子我想搞清楚 是怎么一回事 她胎胎胸脱保证到 没问题 小事一桩包在我身上 我点点头 这样的话 那我就得去做另一件事了 我单独将婆婆约出来 当然是用赔偿款的名义 怎么样 你是看我们家还不够惨 要来落井下石的吗 婆婆一来到 对我丝毫美好脸色 我轻轻一笑 那些赔偿可以不用 婆婆很惊讶 呆呆地看着我 半天结巴着说不出话 我搅拌着杯子里的咖啡 咖啡香味随之飘入鼻腔里 我想过了 当然要是没有你的资助 就没有今天的我 是你成就了我 我定定地看着她 语气十分诚恳 婆婆脸色放缓下来 又隐隐恢复往日的嚣张气焰 不是我说你 一个孤儿 能拍上我们家 是你的福气 现在搞成这种局面 就是因为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不知道好好伺候老公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 我藏在桌子底下的手 默默攥紧 脸上强装出讨好的笑 落地窗外的日光 照在她头发上 有一根银丝黄的耀眼 我将语气放柔和 婆婆最近太累了吧 染发也没好染好 有根白头发呢 她一听 脸上立刻慌张起来 哪里 在哪里 我低声道 我帮你拔走吧 以前都是我帮你拔白头发 她答应了 我站起身来 来到她身后 故意连着好几根头发一起扯 她痛到五官扭曲 双手在空中胡乱抓着 嘴里大声喊道 痛啊 好痛啊 餐厅里有人望过来 我见好就收 连着拔了三根头发 婆婆捂住头皮 责怪地看向我 我抽出那根白发 向她展示 看 这白头发真坚挺 我用尽全力才拔下来 她像是看到了什么脏污的东西 连连甩手 快 拿走拿走 我嘻嘻一笑 好的 你送给我的哦 原本打算收集一下 她杯子上的唾液就算 可她实在太烦人了 把几根头发也算不得什么 林白要比婆婆好骗很多 我随口说 有小薇下落 她就马不停蹄赶过来了 一说起小薇 她身上几乎全是破绽 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材料收集起来也十分轻松 我将收集到的材料 送去当地有名的检测机构 没几天 机构就通知我去拿报告 当然我把林白 婆婆还有小薇 也一起叫去了 我跟他们说 来了可以分钱 既然全都信了 屁颠屁颠就来到检测中心 等人都到齐了 我从检测师手上 接过两份报告 连同手上的一份文件 打算当众宣布 我瞟了一眼林白 好心提醒道 待会你别承受不住 心脏病发了 林白的注意力 全在小薇身上 根本无暇顾及了我的话 反而想我啰嗦 瞪了我一眼 我先将文件代理的内容抽出来 林白 文件显示 你的确患有不育症 是无法让女性怀孕的 林白讥讽地看了我一眼 少来这一套 小薇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最好的证明 说着 她想去摸小薇的肚子 被小薇躲开了 我又从文件代理抽出几张纸 云淡风轻说道 那是因为她怀的根本不是你的孩子 林白如遭雷击 浑身站立着 不可能 我将袋子里的照片 一把甩在她身上 怒声赤道 你自己看吧 这几个月来 她一直在给肚子里的孩子找爸爸 也就只有你才会信 小薇脸色苍白 想要逃走 却被林白一把拉住 不 小薇 她说的都是假的 你告诉我真相 你放开我 好了好了 告诉你 见证脱不掉 小薇只好坦白 这孩子 我也不知道是谁的 到处找人接盘 都找不到 就只有你愿意 她撇撇嘴 似乎十分委屈 谁知道 还找到你这个不育症的 真是倒霉 我瞧着她柔弱可怜的模样 事实补充了一句 怀的不知道爸爸是谁的孩子 你人做到你这样 真是悲哀 小薇铁青着脸 手不自觉 俯上微微隆起的小腹 林白错愕 放开了她 一旁的婆婆再也忍不住 再次上前打骂林白 做男人做成你这样子 真是没用 被一个女人骗得团团转 林白挡下她的手 带着哭腔颤声道 妈 我是您的儿子吗 你为什么总是不顾我的尊严呢 我继续抽出文件 她当然不是你的妈妈 文件递到林白手里 我让她自己看 报告清楚指出 你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不 一定是你骗我 妈 你告诉我 我冷冷笑着 婆婆 你可以选择是你说 还是我说 婆婆无奈 只得说出真相 当年她丈夫受伤后 无法生育 村里逐渐有了传闻 为了不影响林家男人的生育 她的婆婆就要求她 外出打工时 带着孩子回来 婆婆没办法 只得在路边捡个孩子回来养 当作是她和丈夫 在外面生下了小孩 这个小孩就是林白 为了名声 婆婆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孩子 她将这股怨气发泄在林白身上 同时又因为香火的原因 不得不溺爱林白 久而久之 造就了林白身上矛盾的性格 婆婆被上一辈洗脑 认为香火比一切都重要 她自己成了受害者 后来又成了加害者 林白身形不稳 几乎要倒在地上 这双重打击对她来说 影响太大 请客见她不是谁的爸爸 也不是谁的儿子 她瞬间被抹去了所有血人身份 小薇似乎有些不忍心 想要去扶她 被她一把推倒 滚开 臭女人 她推倒小薇后 跌跌撞撞跑出了检测中心 小薇磕到位椅子 倒在地上 下身不断涌出鲜血 我赶紧叫来救护车 但也无济于事 小薇的孩子 就这样被林白推没了 沉默发消息跟我邀功 我刚回来的表情包 就看见电视新闻上 在报道一则商人案 画面里的人越看越熟悉 我仔细一看 竟然是林白 她挟持着婆婆来到高楼的天台上 嘴里不停大喊 我爸呢 我爸在哪 我爸妈是谁 告诉我呀 婆婆被吓得不轻 惨白着一张脸 苦苦求饶 身边有人在劝着林白 但林白似乎完全疯了 她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 一下将婆婆推下了高楼 她呆滞地看了几眼镜头 随即也跳了下去 我惊讶地捂住嘴巴 林白跳下去的时候 刚好被横出的雨棚拦住 但婆婆就没那么幸运了 婆婆被她推下去后 当场抢救无效 宣布死亡 林白虽然掉在雨棚上 但也因此全身瘫痪了 我去医院探望她 她面如死灰 双目像死于眼一样 木讷地盯着天花板 全然没有生机 嘴里机械地重复 孩子 爸爸 她之前为小薇欠下的高利贷 已经证实 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我也不用负担她的债务 叹息一声 转身离去 沉默在医院门口等我 说要等我外出散心 我抬头看着避空如洗的天空 只觉得连通人生 也变得如天空一样广阔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